拿起鍋子不斷翻炒 手根本沒聽過 把握火候 精準拿捏時間 不用兩三秒鐘 香噴噴炒飯疏辱 不過仔細一看 他們並不是專業廚師 而是還沒滿18歲的過高中生 從小時候家裡就有在做菜 那也是從小就有在看 然後就是有興趣 然後長大就來這邊學做菜 因為興趣而選擇讀餐飲 學一技之成 長時間待在悶熱廚房 還得承受高壓 但學生們卻不曾喊淚 因為他們都想像 日前超夯韓國實境節目 黑白大廚中的神廚們 看他們那些環境 然後很高壓的環境 其實我也是會想要去嘗試看看 所以未來如果有比賽的話 也會想要去嘗試 跟他們一樣就有機會 在這種舞台上面發光發熱 更有高職舉辦餐飲比賽 模式比照黑白大廚一樣 現場無論是中式料理 還是西式的義大利麵 又或是烘焙蛋糕造型設計 都難不倒他們 就連評審都坦言 黑白大廚帶來很多啟發 用OLEO去做炒飯 我剛開始看到的時候 我以為是用一般的煮炭粉 那其實做菜就是創意無限 可是要回到根本 你是否在米粒跟我們的蛋 有炒到鍋氣 讓食材的融合 有炒到這個飯裡面來 不過評審不忘提醒 有創意是好事 但基本功也不得馬虎 雖然韓國食禁秀 讓許多韓國廚師一炮而紅 但評審也點出 台灣豐富資源也不恍多讓 台灣的一個食材 像農業產品都會非常的發達 台灣的四面環海 那其實在台灣就有很多 無限的創意的料理 由於台灣四面環海 豐富農作物資源 也是他國無可比擬 因此也讓台灣料理 可以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發熱新聞網民先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